今次在新藝朝 大部份是新的作品 由2010年 我去一個嶺南大學 做處校藝術家的時候開始 現在已經2021了 是11年了 那地方其實就是 在疫情期間發展出來 雖然它都從疫情很有關係 但其實都是在講現代人 對於現實或現存的地方 可能都會希望 會否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而更美好的呢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希望可以回應到 中國山水畫 他們那個山水 其實不是完全真實的 而且他們的山水構圖 是真的可以是多視點的 當他們去看它的山水的時候 其實可以游泳整個不同的地方 就算山頂也去得到 這種自由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就是人工建設 在山的裏面 即所謂山洞 因為如果你看中國藝術 它有很多山洞 因為中國文人 不知道是有種隱居的心態 它可能是仕途或者什麼 但是它也是很嚮往 在山裡面有一個很安靜的地方 所以我就不會戒定所有東西 給別人一個想像的能力 給它自己製造它想要的東西 是否贏的 我希望人們可以真的喜歡藝術 我希望人們可以真的喜歡藝術 最重要是選擇自己喜歡藝術去看 你是要選擇 因為它是代表你自己的時代 如果到時你的下一代 看到這個婆婆或者媽媽說 我當時不是喜歡這件事的 那你就會痛心 鄧瑩芝博士 大家都很熟悉她 因為她已經在香港的藝術界 活躍了超過30年 她的身份很特殊 當然是創作的藝術家 她也是策展人 也寫了很多文章 而且她真的非常好學 她是一路由學士、碩士一路到博士 所以我相信 是香港藝術界一個很值得尊重的人物 她也不是很多時會跟畫廊合作 所以這次真是非常高興 能夠跟她合作到 亦都給了很多愛好她作品的藏家 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收藏她這一批那麼值得欣賞的作品 是 Who geg闖得奪存了 她這樣